宋代三百多年 预送多发奇案品现 宫廷案潜藏权力之斗 世大反身设文人党争 婚姻纠纷情理难辨 命道案挑战断案智慧 看民工听宋如何让案件六案花名 品如学精髓 解析奇案背后宋代的司法理念与传统 许昌学院王中灿为您解读 大宋奇案 透视不一样的大宋 敬请关注 北宋仁宗时期 皇宫大内上演了一幕宫廷经变 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真 差点在自己的寝宫被杀 皇宫素来戒备森严 这些刺客为何能长驱直入 杀手究竟是什么人 宫中出了这么大事 险些丧命的宋仁宗处理起来 却异常低调 不但主动提出不再调查 对当晚值班的宦官也是一再袒护 最后这宗刺杀案居然不了了之 那么这起宫廷刺杀案背后的真凶 究竟是何人 案件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许昌学院王中灿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大宋奇案 昆宁宫遗案上级 刺客造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中国古代是一个君主制社会 皇帝的人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皇帝所居住的宫殿 要受到特殊的保护 一般人想要见到皇帝就很难 更别说打皇帝的主意了 在我们的想象中 皇帝居住的宫殿 安保措施肯定非常严格 想要在宫墙里刺杀皇帝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就是在北宋仁宗时期 在皇宫大内居然上演了一幕 宫廷惊变 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真 差点稀里糊涂被人杀了 刺客已经杀到了皇帝的秦殿外面了 可以说皇帝的生命受到了重大威胁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 皇帝对刺杀自己的这种事情 毫不留情 刺客被抓住了之后 当然是活不了 当天晚上负责宫廷警卫和侍卫将领 一个个肯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可这个案件奇怪的是 宋仁宗本人对这桩刺亡杀架案 一点也不热心 甚至他主动提出不再调查了 最后啊 这宗刺亡杀架案 居然不了了之 这桩案件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通过李涛续资质通鉴长编 宋史 后飞传和欧阳修的归田路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 宋仁宗庆历八年 也就是公元1048年 这一年是润征月 本来正月十五已经张灯皆才闹过元宵了 到了润正月十五 宋仁宗还想再闹一次 他就想在宫廷里挂上红灯笼 他的皇后曹氏就劝他 还是别闹了吧 过灯节容易失火 前几天江宁府刚刚失了火 损失很大 另外啊 张灯节才闹元宵 乱哄哄的容易出事 仁宗皇帝想了想也对 那就算了吧 庆历八年润正月十八日深夜 正在昆宁宫休息的宋仁宗 突然被一阵惨叫声惊醒了 他翻身坐起 就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身边的曹皇后却紧紧抱住他 不让他出去 仁宗一看 左右的宫旅和宦官都是神色惊慌 皇后曹氏正在命令宫旅和宦官们将门锁好 大家严阵一带保护皇帝的安全 宋仁宗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外面有什么动静啊 旁边的宦官何重用就回答说 是宫里在责罚犯错的小宫女 打得狠了些 曹皇后一听就火了 说贼人已经冲到前面的殿里杀人了 外面的情形万分紧急 你这个时候还在撒谎 你要蒙骗皇上吗 这时候仁宗才知道 外面有人正拿着凶器到处找自己呢 曹王后说这帮人在皇宫内院行凶 他们一时还没有找到皇帝的住处 现在大家要做好防备 他已经派人去招王守中带兵进宫护驾了 外面的这帮贼人好像对宫里的路很熟悉 挨个宫殿寻找皇帝的所在地 他们行凶的地方离皇帝已经很近了 你想啊 宫女的惨叫声皇帝都听得真真的 值班的守卫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 护驾的将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紧急 怎么办 宋仁宗急得是坐立不安 倒是曹皇后非常镇定 曹皇后是谁啊 她叫曹娥 是将门之后 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曹宾 伯父 曹伟 曹灿 都是守卫边疆的名将 曹皇后呢是见过大场面的 面对这种突发的事件 她没有丝毫的慌乱 指挥若定 曹皇后命令宦官和宫女们 准备好水罐 盛满水 到殿外跟着那些刺客 发现他们放火 马上扑灭 外面的那伙贼人呢 正像眉头的苍蝇一样在宫里乱闯乱撞 可能是找不到皇帝吧 他们急了 就开始放弃火来 他们点着了宫殿门前的帘子 点着一处就到下一处再点 这些贼人 是想通过纵火来制造混乱 火一起来 宫女宦官肯定要救火呀 救火肯定要先救皇帝居住的宫殿呀 这一救火不当要紧 皇帝就暴露了 更重要的是 在混乱中 大家对皇帝的保护 可能就会出现疏漏 外面的那些人就有了可乘之机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曹皇后已经有所防备 他们点燃一处 宫官宫女就用水浇灭一处 就这样 救火的跟着放火的 随放随救 火势也没有烧起来 贼人放火 也没有造成多大的混乱 可是就在这个当口 这伙人向昆宁宫走过来了 越走越近 他们好像已经知道皇帝就在这 曹皇后知道 此时必须数死一搏了 外面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们有多少人 救援的军队什么时候能赶到 这些都不知道 只知道外面的贼人很是凶悍 谁阻拦就杀谁 外面的惨叫声 就是一个宫女的胳膊被砍断时 发出的 他们既然要行刺皇帝 肯定有一定的实力 现在眼前能用的 只有这些宫女和宫女们 刺客越逼越近 救驾的援军却还没有赶到 皇后曹娥决定 就依靠眼前的宫冠和宫女们抵抗 并许下重赏的承诺 准备拼死一战的他们 冲出来却发现 刺客竟然是四个老熟人 皇帝的贴身侍卫 宫廷警卫森严 夜间所有宫门都是关闭的 他们又是如何一路杀到后宫的呢 和训练有素的侍卫们相比 宫冠和宫女们显然不是对手 危机时刻 负责大内守卫禁卫军终于赶到 他们能否擒住刺客 平息这场危机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大宋奇案 昆宁宫遗案 上级 刺客造访 皇后曹娥决定就依靠眼前的这些力量 奋起抵抗 她拿出一把剪刀 说 现在的情形大家也看到了 恶贼已经行凶杀人了 我们的救兵马上就到 现在大家必须抵抗一阵子 天黑了 我们没办法看清楚谁是谁 谁出去抵抗敌人 我就给她剪掉玉璃头发 天亮之后我们检查头发 凡是简有标记的 皇帝会以护驾有功 重重赏你们 在曹皇后的激励之下 昆宁宫的宫女和宦官们 在危机关头 竟然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你想啊 不抵抗必死无疑 抵抗等到援军到了 既能保住性命 还能立功 不如拼死一战 一打开门才发现 其实外面这伙人并不多 也就四个人 面对面一交手才发现 这几个贼人呢 他们都认识 原来在殿门口行凶的人 竟然是皇帝在重征殿的贴身侍从 严秀 郭奎 王胜和孙力 就是这四个人 把大内后宫搅得是鸡犬不宁 这几个人看上去是喝酒了 一路上杀人杀的眼睛都红了 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就是从重征殿来的 北宋的大内分为三部分 最南端是大庆殿和文德殿 中间是紫辰殿 锤公殿 辅宁殿 昆宁殿 崇政殿和盐河殿 最北端是后院 崇政殿在整个工程的中部的东北角 严秀他们四个 就是从崇政殿出来的 他们知道皇帝晚上住在后宫 但是并不知道他在哪个后妃那儿 他们出了重征殿 迅速地向北行进 有卫士上前盘问阻拦 这伙人立即动手杀死卫士 夺取了他们的兵刃 欧阳修归田录 记载了这些卫士作乱的经过 宫廷警卫森严 夜间所有的宫门都是关闭的 任何人不允许出入 严秀这四个人早有准备 他们驾着殿里救火的长崎上房 从屋顶上爬过去 跳进了后宫 找任宗皇帝 根据欧阳修归田录的记载 这伙人进了后宫 见到一个宫女就问 皇帝今晚住在哪了 寝阁在什么地方 宫女没敢回答 几个人立即就杀了她 可见他们的目标就是任宗皇帝 前面说过 这几个人是任宗皇帝在崇征殿的贴身侍卫 他们非常熟悉皇帝的作息习惯 所以从严和殿向西 越过屋顶 冲进内宫 一路上有人阻拦他们 就动手杀人 很快四个人就到了 任宗皇帝所在的昆宁屋 危急时刻 曹皇后动员宦官反抗 四个人就在宫门前 和宦官宫女们交起手来 宦官宫女当然不是这些训练有素的 侍卫们的对手 但是宦官和宫女人多呀 还是能支撑一段时间的 但是宦官和宫女伤亡惨重 就在宦官和宫女们 与四个刺客一片混战的时候 宋仁宗的妃子张美仁 突然出现在宋仁宗面前 心爱的妃子冒着生命危险 前来护驾 令宋仁宗意外而感动 而大批禁卫军的到来 也迅速扭转了危险的局面 这时候外面的战况发生了变化 大批的禁卫军终于赶到了现场 负责大内守卫的统领王守忠 率领禁卫军向四人逼近 但是场面太过混乱 亦是无法形成包围 禁军侍卫王中正连发数戒 当场射死 严秀 窝魁 孙丽 王胜一看势头不好 趁乱逃跑了 禁军侍卫搜查了一夜 也没有找到王胜 宋仁宗给主管功能守卫的 杨怀敏下令一定要彻底搜查 找到王胜 不要杀死 要留活口 要审讯 搞清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第二天 皇城寺的禁军展开大规模的搜查 他们在工程里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可是搜查了两天 没有发现王胜的踪迹 仁宗再次下令继续搜索 务必找到王胜 三天之后 杨怀敏率领卫士终于在工程的北楼里 找到了王胜 他三天没有挪窝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杨怀敏见到王胜 一挥手 卫士们一拥而上 直接将王胜乱刃分尸了 这下子 企图刺杀皇帝的四个人 全部被杀死 皇帝想问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这个杨怀敏很奇怪 皇帝明明让他留活口 他竟然不听皇帝的命令 直接将王胜杀死 刺客王胜当时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要抓住他很容易 杨怀敏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把唯一的一个活口给杀了 至此 四名刺客全部被杀死 刺杀行动宣告失败 在中国古代 刑刺皇帝是谋反重罪 而谋反背后通常都有强大的势力集团作为支撑 虽然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 但是作为皇帝的贴身侍卫 这四个人为何要刺杀皇帝 背后到底有没有人指使 宫中有没有内应和其他的同党 这些问题随着四个人全部被杀而无从查起 而且刺客在宫中如入无人之境 显然宫廷守卫很有问题 这样一起没有头绪的刺杀案 究竟该怎样查起 宋人宗又该如何追责呢 皇帝被刺杀这么大的事 肯定要追究责任 追究谁的责任呢 那就看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认为这是个偶然的突发的意外事件 那就是小事 把这四个人及其家族成员处死就行了 可是如果认为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政变 那就是大事 必须追查到底 把幕后的黑手揪出来 否则类似的事情还可能会发生 第二天早朝时 大臣们已经知道宫内发生了 世卫反例的事 对如何处理这件事 大臣们的意见就分为两派 副宰相参知正式丁度认为 这是一件大事 针对皇帝的刺杀 关系到政权的安危 是国家绝对不能容忍的 必须查明这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 查清与这次刑事行为所有有关的人 所以他坚持啊 让皇帝把这个案件交给御史台 让外朝官来审理 与之相反 主管全国军政的书密使夏宗 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不用大仗旗鼓地去调查 派出御史和宦官 在皇宫内调查就行了 最好不要把事情扩大 不能牵连无辜的人 免得皇宫不得安宁 两个人一个是要接 一个是要盖 一个是要将宫廷逆案 大白于天下 一个是唯恐后宫隐私 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根据司马光宿水记文的记载 丁渡和夏宗两个人 从天明早朝争论到吃饭时间 相当于从凌晨五点 一直争论到早上八九点 争论持续了三四个钟头 双方都是摆事实讲道理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仁宗皇帝 同意了夏宗的观点 就在宫内调查好了 不把事情扩大化处理 宋仁宗决定低调处理此事 但是自己的贴身侍卫 竟然要刺杀自己 而且在宫中大死杀人 这事要是搁到其他皇帝身上 非得追查到底不可 历史上谋反的势力不是没有 动辄诸连几百人 可是宋仁宗为什么没有同意 大张旗鼓的调查审讯 而只同意在宫内调查 虽然宋仁宗对此案不想扩大化 但是也要查个清楚 接下来又牵出了哪些 让人意外的线索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大宋奇案 昆宁宫一案 上级刺客造访 首先啊 这和宋仁宗的性格有关系 宋仁宗赵真 宋师本纪评价他说 天性人术用行忠厚 宋仁宗 他就是民间传说 黎毛换太子中的那位太子 生母李氏生下他之后 由皇后刘氏抚养 直到刘皇后去世 宋仁宗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刘太后对仁宗的生母李氏 非常刻薄管 可是宋仁宗在知道真相后 对刘氏一家还是待遇不减 作为一个皇帝 他的确是心怀仁厚 在处理案件时 基本上都是从宽 从清 赦免了很多人的罪责 严秀等人在宫内杀人这件事 虽然性质恶劣 但宋仁宗也不愿深究 其次 严秀等四人 是宋仁宗的贴身侍卫 是心腹随从 他们谋逆企图杀害皇帝 宋仁宗应该感到非常意外 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宫内 皇帝可能不愿意 让朝中的大臣们 过多地了解宫内的事情 说到底 还是皇帝的家丑不愿意外扬 最后 夏耸确实说到了皇帝的心里 夏耸不主张外厅臣子 参与调查的理由是 这四个人是宫内的侍卫 如果审讯扩大 更多的侍卫可能会被传唤审讯 造成侍卫的恐慌不安 人心不稳 宫城的守卫 可能会因此而出现问题 虽然此案不想扩大化 但是也要查个清楚 怎么查呢 让外臣进宫调查 仁宗皇帝派世玉使宋喜 入宫审理这桩案件 宋喜查了半天 根本查不出来谁是这桩案件的幕后人物 严秀灯四个人已经死了 人死了 什么都查不出来了 宋喜只能询问 其他的值班卫士和宫内的宦官宫女 把这个案件的经过 基本上搞清楚 这样审讯就结束了 审讯结束后 皇上派出宦官传话 宋喜书写结案报告 抵较给皇帝 同时不准泄露有关本案的任何信息 严秀四个人虽然死了 但是宫廷的守卫显然是出了问题 这四个人是仁宗皇帝的亲从官 是从禁军中挑选出来的亲兵 掌管着重征殿的钥匙 在皇宫内巡查守卫 隶属于皇城司 皇城司是干嘛的 皇城司是负责宫城的守卫 宫城开门关门 出入查验 各宫各殿守卫人员的分配 皇帝身边亲军护卫 那都是皇城司直接管理的 现在既然亲从官谋反 第一责任人就是皇城司的领导 皇城司的领导是谁呢 是勾当皇城司 建宁军留后杨景宗 不过皇城司管辖宫殿的守卫工作 实行双重领导 在宫里还有入内都支司 共同掌管着皇城司的事务 入内都支 副都支 共同负责宫廷守卫 当时入内的副都支有两位 一个叫邓宝吉 一个叫杨怀敏 这几个人显然负有领导责任 他们掌管的皇城司下属的亲从官 到宫廷杀人作乱 领导难辞其咎 谋反案既然无从查起 那就查这几位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吧 他们的失职 失查之罪 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 御史台的御史们 就要求处罚杨景宗 等负责宫廷护卫 和兵器管理的五个官员 这时候 仁宗皇帝再一次展现出来 他的宽厚本色 他下了一道诏书 赦免杨景宗等人的犯罪 皇帝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常年守卫工程 也没有什么差错 严秀等人作乱 是个偶然的意外事件 和这五个人啊 没有关系 这下外朝的御史们不干了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不处理几个官员怎么能行 于是 御史台的长官 御史忠诚 于周巡 带领御史们上了一道表彰 请求严惩杨景宗等人 他们认为 这几个人负责工程的守卫 保卫着皇帝的人身安全 手下的侍卫 竟然动手在宫殿里杀人放火 事后的审礼 竟然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 四个人中间杀死了三个 最后一个王胜逃跑后 皇帝三令五身 要求别杀 留活口 搞清楚他们的意图 皇城寺在搜捕时 找到王胜 立刻就把他杀死了 为什么不听皇帝的命令 他们是想掩盖什么吗 这个指控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听上去很有道理 就是 你皇城寺在事后搜捕的时候 皇上已经安全了 你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完全可以将王胜生擒 干嘛一见面二话不说就乱刀砍死 是不是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为什么要杀人灭口 因为你怕留活口审讯出来 对你不利吗 与此同时 朝城中突然有人传言 严秀等人作乱 是有人指使的 指使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郑公娘娘曹皇后 也就在这个时候 皇帝对大臣们透露了一件事情 他说 润正月十八日晚上 宫廷里发生兵变的时候 张美人非常勇敢地保护了他 皇后指使侍卫杀皇上 美人冒死救皇上 刺杀皇帝的剧情 瞬间演变为贡心计 可是皇后怎么会刺杀皇帝呢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图谋 事情的真相到底又如何呢 这宗震动朝野的宫廷刺杀案 又会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栏目服务号 一同探讨历史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难点 再见 宋仁宗身边的四名贴身侍卫 想要刺杀皇帝 曹皇后发动宦官和宫女们 拼死抵抗 刺杀行动才没有得逞 但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曹皇后竟被指控是 这场刺杀案的主谋 案件背后究竟隐藏了一场 怎样的后宫内斗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下期为您解读 昆宁宫以案下集 美人心计